如果你好心扶起老人 却反被额奖 你会怎么办呢 作为律师 我有失踪办法让他和会失踪 前几天接了一起案子 江北某高校的王女士 看见有老人摔倒在路边 便好心过去搀扶 不料老人却一把抓住王女士的手 非说是王女士撞了他 由于王女士没有视线录视频 这让他白口抹变 开了个怀头都让无数人跟风 哪人都得了我 老人的侄女感到后 不但对王女士恶人想象 还恶人先告状 他们起诉了王女士 要让他赔偿老人六万人要费 王女士的父母找到我 希望我能还他们女儿一个清白 既然遭到了我 他都反款行 想证明清白 那调查取证工作就很重要 由于事发的存在监控视角 于是我便把注意力 转向了周边的常住商贩 在费了九流二股之力后 总算找到了愿意出庭作证的证人 长一都是屠哥呗 孤人撑不起我 在事实面前 庭审最终以王女士的胜数而告终 但事情还没结束 王女士和他的父母告诉我 他们打算以敲诈勒索罪 起诉老人家 原因无他 就是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让他们知道什么叫 你老人家是依旧提到刚才想到缺带的事情不要做呀 好吗 好吗